来看看那么现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关注了中国大陆的两会呢 其中一场被说是最受瞩目的其中一场记者会 就是外交部长王毅的第十次外长会议 90分钟吃到饱随便问 他尤其对于中美关系也回答了蛮厘清的一段 这个还蛮呛的一段话 听听他的谈话 美方的对华凑认知仍在延续 美方所做的承诺并没有真正兑现 打压中国的手段不断花样翻新 单边制裁的清单在不断地延长 欲加之罪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 如果企图在人工智能上也搞什么小院高墙 将会犯下新的历史错误 不仅阻挡不了各国的科技发展 还会破坏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 对美国喊话之外 当然这几天南海不断地有一些规模不小的冲突 但是现在暂时控制住了吗 没有再扩大 所以这个问题被问到的时候 王毅讲 他说南海今天是世界上最安全 最自由的航道 不允许善意被滥用 也不接受海洋法被歪曲讲的一样重 他说对于蓄域侵权 我们依法正当维护 警告欲外国家不要挑事成非 南北韩也一样 南北韩他说谁要借朝鲜半岛的问题 要对冷战对抗的倒车来做这种回头事 就要承担历史责任 会付出巨大的和平破坏的代价 台海问题当然我们台湾最关注 他说谁想搞台独 就必将遭到历史的清算 同时国际上谁要纵容支持台独 必将讲的都很重 引火烧身 如果个别国家执意 要跟台湾保持官方关系 这也是一个很重的话 保持官方关系 就是干涉大陆的内政 至于乌克兰 当然也谈到了 乌克兰的问题在回答 乌克兰问题 中方始终秉持客观公正 坚持触和谈这件事情 做的一切只剩下一个目标 就是为止战和谈铺路架桥 中欧关系也谈了 什么都谈真的是无所不答 3月14号起会对瑞士 爱尔兰 匈牙利 奥地利 比利时 卢森堡等等 这六个国家实行 这个免签证的政策 当然也是要让 这个中国的游客 可以再度的回到 这些国际上去 要给中国公民 公签证便利 也呼吁更多的国家欢迎 那这样子带来的 这个经济利益 也要更开放门户的概念 那当然这样记者会被形容 在一个半小时之前就已经排满了记者卡位 那么各国记者都等着 王毅表示这一场记者会受到的关注 也果然对于六大的重大议题 都没有再回避 全部都还蛮呛的 而且有这个正式代表官方的各种回应 那其中当然中美关系 他刚刚讲的蛮重 但是在晶片大战之外 当然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温和的来处理的 那么美国的手段制裁跟围堵 希望 现在传出来美国希望加码制裁 Bloomber报道里面是呼吁荷兰 德国 韩国 日本 就不只他们自己要围堵 也要求这些国家 一进一步要收紧各种限制 那么防止中国取得半导体技术 甚至切断供应链 器材的供应 不过他的建议据说在这个报道里面说 包括荷兰跟日本都还蛮冷淡 冷处理 没有要跟进 甚至有匿名消息人士说 部分盟国反弹 你们要我们管制 要我们围堵 结果都是未见其利 先见其害 建议美国重新考虑有关措施 美中的关系 贸易当然很紧张之下 贸易额也就急剧的下降了 根据统计 现在整个美中2023年的 相互销售金额 已经下降了百分之十七 那么戴琪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我们知道他相对鹰派 他就说 这反映了美中的双方贸易发展 多元化的积极讯号 看起来好像是好事一样吗 但是在意识形态上面 美国国会议员要求 因为已经有1.7亿院的 美国人使用机场 所以他要求中国要切割 切割什么呢 他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宣传 控制工具 美国不能容忍 这个是美国议员盖拉格 所以要求母公司 字节跳动 半年内要把这个城市 跟中国大陆的厂商做切割 这个法案由联邦中原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 多位议员共同推出之后 接下来 有没有可能说六个月要完成 就这样 有没有把限制这样的厂商的作为 大家来观察 亮哥先观察一下 在这次外长会议里头 对重大爱题都做的回应 所展现的讯息 这盖拉格11月之后就不选 谁以他 我不知道美国国会 怎么可能针对单一公司来立法 这个在台湾是不行的 侵害了 他怎么可能这样做 你怎么可以单挑一个个案来立法 而不是立一个标准 台湾不可能这样立法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可以提这样的法 我觉得你提这样的法 大概也不会有人重视 因为美国立法也很少这样立法的 哪有针对个案 你个案是行政权的问题 绝对不是立法权 王毅事长他的演讲就 我觉得他就隐约表达了 南海有小马可寺 东海有尹熙悦 台海有赖清德 这些地方都造成了 跟中国的紧张关系 事实上绝对跟领导人有关 在文在寅时期哪有这种问题 在杜特地时期哪有这种问题 台湾 台湾当然是最近金门事业闹大了 不然在蔡英文执政的前七年 也没有这类的问题 我觉得他大概隐约感受到 美国想方设法 在制造各个领域的矛盾 当然人工智能也是新的一项 就是科技战 美国已经越来越明显 要要求连透过云端交易 的人工智能都不能够交易 所以王毅讲这个事实上就是表示 他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 他也不可能阻止了 他只是在提出警告 可是美国就是要这样干 我认为今年到年底 尤其在川普现在超级新协议 大概已经确定成为候选人 反中还是最基本的问题 基调 只会更激烈 不可能缓和 当然被美国希望能够参加 反制中国联盟的国家 是不是要加入 美国不一定会得逞 比如说我们讲荷兰 日本 你刚刚也提到了 就是他们也会就他们的利益来思考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经济真的不好 经济都已经在不好了 你还要扛我的订单 这像话吗 事实上你这个清单还没有列完 美国现在连对电动车都有意见 因为他做书人家 反正美国就是对中国大陆 进展太快的项目都有意见 对 那进展的速度超乎他的预期的 特别有意见 比如说华为 非党不可 那这个未来 当然这个比亚迪也会变成视为眼中钉 可是美国这样的氛围 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基调 你到底还能撑多久 那大家拭目以待 就是事实上中美贸易的降低 就意味着中国大陆可以靠别的市场来撑住自己 他不一定都要靠你的市场 不是吗 那这个时间再长一点 我觉得美国就会知道 他事实上是很难得逞的 任老师 当然这个美国大选候选 几乎快要底定了这个情况之下 那显然中美关系是很难 在王毅记者会里面 其实都呛得很重的话了 我觉得王毅这边 他这个记者会受到矚目 确实是现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六年了 从2018年到现在 大陆真的深刻的觉得 这个打压 这个制裁 这个围堵 是很具体的 实打实的 因为当时 我人在大陆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就是中兴跟华为被制裁的时候 我人刚好在大陆 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 英文都说我认得的朋友 很多人对美国印象好得不得了 现在突然之间大家都明白了 而且的话 我觉得在明白这个过程当中 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点 美国本身自己不会下来 但是他会用他的力量围堵 用他的盟邦围堵 刚刚你讲到什么台海 什么南海 又什么东海 什么越南菲律宾 包含印度在内 就是整个围堵的政策上 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当棋子 美国就给他们美金了 就这样子 然后第二点的话 我觉得 现在整个西方国家 都完全用议会的方式 用国会议员乱提案 今天你没有提到中欧关系 最近欧盟通过 不承认的大陆跟台湾 隶属同一个中国 就这样子都明白的 王毅本身来讲算是不错了 但谈这个问题 还同时开放 给欧洲几个国家免签 欧洲这几个国家 根本就没有给中国任何免签证 现在中国本身要出去的话 都基本上受到了很大打压 这个也是一个不公平的现场 然后第三点的话 这个大陆本身在这么长的时期 已经做好 所有厉害的产业 包含华为 比亚迪 什么TikTok 字节跳动什么通通话 他们都做好切割的准备 包含字节跳动的本身 他们也注意到 目前这个情势再发展下去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未来 而且大家会知道 这个川普来的时候 中美关系只会更糟不会更好 而且原来有一些想法都很天真 什么戴琪长得像中国人 通通是做梦的 包含黄仁勋在内 我跟你讲坦白的 包含张东摩在内 打压的力道 正是因为他长这个样子 所以要加强 要加强打压 给你那种感觉 就我们非常忠于美国 你不信看到时候的发展 整个过程当中 伤心的事情会一件一件出来 不过久了以后 慢慢就好了 为什么 就是彻底的认知 在这个过程当中 既然人家要跟你搞双输的话 你就要避免 所以说大陆目前的政策非常注意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打压我 我中欧的关系继续拉拢 中美的关系可能没什么起色了 但是基本上让最主要 我觉得大陆原来对西方有幻想的人 那么他们必须要丢掉幻想 要准备斗争 因为这一场被阻绝的战争 是发生在大陆表现得很被动 不过现在基本上在认知上来讲 我所有认的人 基本上对于我讲的观念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就是说你身为中国人的悲惨命运 又继续发生了 就是这个情况 目前这种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委员的确在全会里面很受 两会里面很受关注 王毅却是少数唯一一场是问到保 记者怎么问 西方国家 欧洲国家的记者 怎么问都可以 这六大问题 其实每一题他也都谈得重要的重点 这样子这个21个问题里面 我们把比较重要的问题 除了你提了这几个问题之外 我们大致把它归来 这只有一个问题 这中美问题 的确 所有的问题不都是美国吗 把美国因素拿到这些问题 需要这么回答吗 全部就是一个美国 所以谈这个问题 以及说是兜兜少少不管在哪里 就是把中美拿出来做一个对比 今天美国2020要选总统 对美国讲解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不是两颗烂苹果要选一颗 是不晓得怎么办 因为有48的人不喜欢拜登 有46的人不喜欢川普 所以说这个国家选举完的结果 就是有一半的人是不会喜欢的 那有没有能力改变 这个现象给我改变吗 民主政治到了今天 不是变成笑话了吗 这个笑话就是说 我告诉你民主有多美 然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 读书的时候老是这样告诉我们 什么事情 民主的弊端 由更多的民主来解决 结果美国用更多的民主 选出来是什么 大家都认为不行的人 他就是出现了 民主党内部也不希望拜登 但是还是拜登 共和党的内部里面 也不希望是川普 就是川普 那美国的国民就不喜欢这两个 但也只能这两个 这就是美式民主 那你告诉我 这个说我是灯塔 请你来跟着我 这样子的一个美国 跟今天这样一个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你可以说他今天有很多的问题 但你必须承认他面对问题 他是有能力来解决 今天美国最大的特色是他有很多问题 然后就没有然后 这样子两个竞争的结果 不要看今天谁嚣张 时间会给你证明 输一定是美国 这个不是民主主义的情绪 这是你很理性的客观来讲 就几个例子 TikTok 这个要跟中国瓜哥 不要讲那么多 叫拜登先退 拜登先退就是了 那讲到拜登的时候 你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正在用他旧选举 人家拜登在骗你 下了满多预算 这个提到那个是共和党 不管那是中党 这个东西 还有戴琪的这个讲话 这标准的把中美之间的贸易 伤势当喜事办了 什么意思 为什么会大幅的降低 因为你看芯片的进口减少了多少 对 主要是高科 芯片的进口减少了多少 而中国大陆在全世界里面 所有的贸易交叉 变成了第一名的区域 又增加了多少 所以美国还在那边讲这个 看起来好像一副很高兴的样子 这个标准把上次当喜事来办 对